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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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没见一日 又是星期三 又是我 周三Lia 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 下个星期1月25日 开始 台湾国际电换展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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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S... T...T...G...S... T...T...G...S... 有很多新的内容公开 包括航商隔雷维替 旗下的经典游戏 RO仙境传说 将会于1月30日 和那么多玩家见面 同时宣布可以在 台北电换展 现场展出 RO起源的东西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 一些释出的资料片 包括它的 泳窗时间变动 令游戏更加快 装备的附加功能 等等 这些东西 除了RO这方面的内容 其实 还有很多不同的新东西 都会在TPGS公开 包括HTC 亦公布了 他们在TPGS 会举办 英雄防线 勇士们的 电竞赛等等 如果这么多 在香港的朋友 在下星期 1月25日之后 5日 去到台湾的话 不妨也可以去 TPGS调一下 给图我先 应免得这款游戏 这款游戏 香港亦 组成了2Point Studio 并且宣布 今年秋天 会推出精神继作 大家可以看看 影片里面 YouTube释出的影片里面 其实就是 又说 令病人头部 变成灯膽的病 或者是 变成小丑 或者木乃伊 这些病 什么叫精神续作呢 其实它不是续作 而是延续精神之后 去做一个新的作品 其实作品和旧那部作品 有什么分别呢 这一切 我们都要等到 2018年秋季 才可以和大家分解 但为什么我这么早 开始介绍这款游戏 就是因为我觉得 现在20年之后 重组的一个 一个 游戏 就是一个组织 或者是一班人 其实 应该他们的默契之类 应该比以前更上一层楼 所以这款 我觉得非常值得期待 可以期待半年或以上的作品 大家一起期待这款游戏 大家一起期待 这款游戏 大家先看看 握鼓头高达身 看这款游戏 你会想起什么呢 有些朋友 会想起 Gundam BF这一套动画 都是说自己组装高达 这款游戏 但如果你有打开机的朋友 一定会知道 这款是高达的 Gundam Breaker 我都不太懂得读了 这款游戏 如果说话的话 就是高达的破坏者 高达的创造破坏者 这款游戏之前都出了几集 包括PSV PS3等等 其实都有出著作 这款游戏 最近也会出再新一集 就是Liu 前面加了一个新字 终于不以1、2、3去代替 加了Liu字 我相信 新的话 一定会加了一些新的机体 或者新的形式 因为前面 总共推出了三代 今次第四集 他选择用Liu字 会有什么 有什么创新 之如此 我们还未知道 但是在1月28号 下午5点 他们说他们会 推出这个资料片 告诉大家 这款新的著作有什么特别 我们不如一起等下 这款新的资料片 让我再创造一只 扎骨头、高达手 摸鞋一脚的Gundam出来 如何才算是一个成功的粉丝呢 像我这样 无论什么时候 都加他们的东西 在里面算不算是一个成功的粉丝呢 现在在网上 如果你搜索成功的粉丝 或者成功的迷弟 迷妹 都会搜索到一些影片 包括 在我旁边播放 一人一人的朴智芬 出名是防弹少年团 V的粉丝 为何人说他是成功的迷弟呢 就是他不停在不同的演唱会上 在这边 不停在这边 在这边 在装 V 装得多 大家都知道他喜欢太康 去到不同的访问 都会访问太康 知不知智芬 喜欢他这件事 就是成功的粉丝 但为何我突然说偶像是成功的粉丝呢 其实我不是想和大家说这个 是想和大家说 IU的经理人 在IU之前在Golden Beast上 拿了一个大赏 认为大赏的得奖者 为何突然说成功的粉丝会说IU呢 他经理人是一个非常出名的 Red Velvet粉丝 为何我出名呢 就是在IU的各个节目当中 IU都会说他情愿喜欢Red Velvet 他见到Red Velvet更开心 过见到我 我是IU的 或者见到Red Velvet更开心 过IU本人拿大赏 但他是IU的经理 不停地有这些说话 为何说他成功呢 就是因为他沉迷Red Velvet 就是沉迷自己偶像的程度 令到他三当的偶像 去拜托这一对后背 来和他合照 你想想 他是一位Golden Beast大赏歌手 就是音缘大赏歌手 就去拜托后背 说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们很累 可不可以和我经理人合照 他是你的粉丝 而到此捐 При这些媒体 都在社交媒体上说 知道了 Superstar 什么棒 因为这个棒 其实都会经常出现 在IU的各个节目中 这个便成功的粉丝 这件事教训了我们什么 如果你沒有潛質成為偶像 這樣去跟偶像合照 你還有一個選擇 就是讀多些書去做經理人 你經理人就算你不是成為 你喜歡的偶像經理人 成為其他人的經理人 都有可能可以協助你追星 哇 拆手 這些是發夢才想到的東西 但這也是一件值得和大家分享的趣事 Bia的彩蛋時間 今天想和大家說的遊戲就是 勇者別囂張 只要聽名字 如果你知道是甚麼遊戲的朋友 我都不需要多解釋 直接去找事前登錄 如果我講完名字 你都不知道的朋友 恭喜你 你應該不是年紀比較輕的朋友 勇者別囂張這遊戲 其實以前已經推出過 大概是你是魔王 給一些東西去阻止勇者 勇者 勇者你不要那麼囂張 類似這樣 但它有一個新的模式 就是以三連燒燒豬的形式 玩的新手機遊戲 但它用勇者別囂張的概念 去玩 現在已經有得開放事前登錄 那麼多的朋友可以上網看這個玩法 或者我們這條影片也有看到 它就說玩家可以打倒勇者 讓他們進行滑跪工作 遇見新的魔物和持有新的魔物 沒錯 那魔王魔王 是時候出動了 時間過得特別花 又是時候說拜拜 下個星期三 天遇財經台 Sky By Lens 仍然是我 周三少女 Lia王莉亞 和大家說 J-POP、K-POP、Game 和ACG動漫 Lia王莉亞